超級魔王大道開播至今 已經超過三個月 選手們歐心力血 至少創作出了300個以身的表演 令人感動經驗的演出 莉莉在目 其中更不乏超經典的高分演出 26 27 28 29分 Oh my God 29 28 29 23 10分 半分 第二屆超級魔王大道 第一次出現的滿分 但每一週的演出消耗 也讓選手露入十比前一的比賽低潮 12分 前點跳不太遠 這個故事的內容 13分 18分 Oh my God 哇塞 你拿著以前的菜喳 那你準備要再來做一道好菜 那我就不知道這個菜喳的 怎麼能夠踢出來之後 還能做一道好菜 而就在最艱難的時刻 這單位卻給予選手們 毫不留情的最後一集 我們安排了 市場對象的模仿界 精英前來踢款 踢贏了 將直接加入魔王大道 直接取代防守失敗的參賽者 我 第一次我們聽到張學友他唱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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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不需要來表演 他根本就直接出現了 中筋甩尾 香蕉跟Cooper他們的創意十足 而且他們的搭配非常的好 節奏掌握很明快 你們透過嘴巴 產生出一響不到的這些效果 我彷彿都能感受到 全部的畫面跟情緒 歡迎收看超級魔王大大 好的 進行了上幾週呢 我們這個魔王踢管賽之後呢 所有的選手現在皮都繃得很緊 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禮拜一定會更緊 而且這個禮拜呢 黑魔王是指定要踢管的對象 這麼凶狠 所以說 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對 我就是指定你 然後呢 我就是要把你劈掉 要不我就自己死掉 對 圍棋四週 黑魔王踢管取代賽 黑魔王優先指定一位PK的對手 雙方演出完畢之後 評審進行給分 分數較低的魔王選手進入失敗區 最終將淘汰三名選手 本週評審團成員有 國防教育舞台支援 幽默之王KONKON 綜藝精靈 黃家謙 麻辣秀師 娶佳瑞 舞蹈甜心 蘇佑琳 沒錯 就是最性感火辣的魔女 影音 聽說她今天打扮得 可是相當有看頭呢 影音 辣妹耶 我的天啊 四 請問一下 你要叫我眼睛看哪裡 好 好 還好我個子高 對 那妳今天要P誰 我今天想要PK 動手動腳和喜多音 小孩 所以 依然是性感PK可愛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他們 對 然後我之前看他們那個 自由發揮那段表演 我覺得好可愛 對 可是因為我如果可愛 我覺得也可愛不過小朋友 所以我今天還是帶來性感的舞蹈 好的 來我們歡迎他們 今天 就是有來頭 我懂了啦 是今天是表演道別式對不對 不是啦 蛤 不是吧 去洗什麼瓶嗎 歐蒂哥哥 人家動手動腳 還有喜多音 今天明明就是一身近裝 要來迎戰音音這位踢館長敵 就不要亂說話了 而音音既已上回 模仿火辣的舞娘俱樂部 踢館被人失敗之後 這一回她記取了評審說的缺失 打算捐途重來 可以再跑一點 挑戰更高難度的性感女魂 小野貓 DON CHA 以及BUTTON這兩首經典的歌曲 話說這位美國六人女子組合 從原先在Club中常駐的演出 一直到2005年發行首張專輯CD 也要要上了國際舞台 從舞者一路爬升到藝人的小野貓 這讓集合舞技還有才藝的女子組合 至今無人能敵 面對音音火辣的攻勢 動手弄腳將拿出什麼舞蹈來應戰呢 性感小野貓 這位是否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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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好性感 我今天要给你特高分 面对踢管者音音的火辣公事 动手动着反应是 不是要对抗音音这位踢管魔王吗 菲菲怎么在那边看书背课文呢 原来踢管赛录影期间正值其中考 曹萨们非非认真的呢 但是比赛还是要顾的 这回他们将要把爪大棋 结合亚洲女神安时奈美会议这首 《High and Sick》出道至今 已经二十年的安时奈美会议 不仅在先前才来台举行巡回演唱 可怨度日本音乐世代的她 更是破纪录女王 而这首《High and Sick》 在当初推出之后 更是一举拿下最佳女歌手 音乐录影带一大奖 还有最佳R&B影片两项大奖 不晓得这回动手动脚跟喜多音 将带来什么样安时风格来应战呢 国王小小安时代美会 卡拉伊 至今 鬼崩佇 天 一起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來 兩隊請到台上來 聽說耍大旗 還不少人受傷是不是 不好弄喔 真的 而且剛才那個對拋那個旗子 應該練了一下下吧 有沒有砸到對方過 被砸到的舉手 全部被砸到 那有被安世奈美惠的鞭子 鞭到的舉手 被鞭到 我們來聽一下蔡老師怎麼說 來 我覺得光對嘴這一件事 小朋友加多加一分 很可惜因為茵茵中間這一段那個 妳有對嘴了一句 其實那一段那一句 那個動作我很喜歡 其實從頭到尾 我都會希望妳再像Niko 就是主唱 因為主唱其實她蠻野的 妳還是比較甜美 但是幕後那一段 非常非常非常好看 那小朋友有嚇到我 因為 好的 我們現在呢 就是看分數 好的 首先是茵茵 茵茵的分數 評審請給分 茵茵的分數是 5 6 7 8 9 10 11 14 16 18 20 23 24 25 25分 謝謝評審 覺得怎麼樣 茵茵 我覺得有超出我的預期 因為的確像老師說的 嘉玲老師說的一樣 就是比較野的一個女生的表現 那我一直在揣摩 可是我剛剛看到小朋友跳的時候 即使他剛剛說我是伴舞的啊 可是他旁邊都好有戲 很專業 那個表情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也很棒 所以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動手動腳跟茵茵茵的分數 評審請給分 今天的分數是 6 8 10 13 14 16 18 20 22 23 25 25分 哇 25分 對 平手 平手 又再次平手 哇 太好了 對啊 因為兩個真的也都很厲害 沒錯 而且我都 我感覺到動手動腳 跟喜多恩的進步了 對 所以你們繼續加油好不好 就是這種氣勢好不好 對 來 1 2 3 加油 1 2 3 加油… 好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太好了 居然是平手 因為我很喜歡他們 我們現在動手動腳跟茵茵茵的表演 所以我也不希望說 能夠PK跳他們 或是我自己說 我也會覺得很難過 所以平手其實我覺得很開心 而且他們表現得非常好 那麼我希望他們能夠 在之後的表演 都能夠有更多好看的表演 讓我們觀眾能夠欣賞 加油… 你有來上過我們節目嗎 有啊 誰 對 上次那個 很像工作人員那種 模仿蕭敬騰唱歌啊 哇塞 對嘛 傳這樣才像上電視的啊 45度 對 然後加這一顆痣就對了嘛 對 對 對嘛 蕭敬騰這樣就對了 對啊 今天才有巨星的感覺 對嘛 上次真的是 男生就是要這樣 不打扮的時候很邋遢 一打扮起來帥死你 我告訴你 帥呆了 好不好 好像誰 好像一個美女 呃 妮吉他 妮吉他 哇 妮吉他 今天腳踏實地耶 你今天是 你 要跳水嗎 你可以指示她的眼睛 可以嗎 對 對 你今天是要跳水嗎 嗯 不是 不是齁 那就好 那為什麼要穿這麼少呢 因為 往下要用到皮膚 喔 皮膚啊 要用到皮膚 怎麼 要幹嘛啊 皮膚 緊接著登場的黑魔王 楊宥欣 以模仿蕭敬騰進場 在上週碎力踢館成功的楊宥欣 面對本週指定PK Nikita這樣激烈的局勢 可是請來一位神秘嘉賓前來助戰 準備重現這極為經典的星光 合成緩面呢 今天相遇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你比我記住快要我說明白 愛她是會讓人瘋狂的勇敢 小婧 你們跟楊宗偉無好嗎 怎麼可能 真的啦 那妳跟皓角相機也沒事 我們真的沒事 小婧 大家好 我是蕭敬騰 哈囉大家好 我是 催了一個王楊宗偉 那就是我背叛老師音樂 一個人集的唄 幸好 雨 不停落下來 花 怎麼都不敢 儘管我是心灌溉 你說不愛就不愛 我一個人心著悲哀 愛 只剩下無奈 我 一直不願再去猜 鋼琴像以前之間 永遠都夾著空白 卻戀意快 就不精彩 靜靜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你比我清楚還要我說明白 愛太水會讓人瘋狂的勇敢 不用背叛自己 完成你的期盼 把手放開不為你卻最可怕 到最後一次對你的逆愛 冷冷淺淺淡淡淡 今後都不管 只有你能愉快 只要你能愉快 只要你能愉快 謝謝大家 謝謝今天 本週報名上場的Nikita 面對淘汰賽 準備拿出酷戀多時的超高難度 舞蹈應戰 李喬這神秘的呢 但因為嚴重的感冒 導致手腳無力的她 有辦法拿出意志力 擊敗對手揚救星嗎 謝謝金月去世間電影 臥虎長龍 太驚訝了 讓我有視覺 其實覺得雙腸享受 最棒的是她不穿 真的很性感耶 對 不穿 故事加了很多的分 真的 謝謝金月去世間電影 臥虎長龍 好 謝謝Movie God 臥虎長龍2 即將要開拍了 這次回來台灣 這次回來台灣 就是為了要尋找 女主角 玉焦龍的角色 不知道 待會兒是誰來 採訪呢 謝金月 可是 玉焦龍會在竹林上面飛舞 你會嗎 可是 現在這裡沒有竹林 該不會 因為 他自備 他自備竹林了吧 哇塞 真的自備竹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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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eel the song time is too loud and finally here it comes from here and it's where I thought it was not a bad word still remember how it all changed a policy don't you worry,don't you worry child she has a style to plan for you don't you worry,don't you worr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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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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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先不要動一下好不好 學這個學多久 學了一個禮拜 而且我覺得每次聽到女生 就是上面肉發出那種嘰嘰嘰嘰的聲 我就覺得好痛 都快燒起來了對不對 我能想像 對啊 哪一個動作你覺得最簡單呢 我主要想像莎莎試一下 我去拿一個東西 這樣好了 我跟你講 來 莎莎你來試一個 很簡單喔 看著我 這樣子過去的時候 這樣子勾住 然後腳打開然後畫一圈 來喔 預備 Go 我幹嘛 這個怎麼那麼快 你 我剛剛怎麼罵髒話 對 不是太快 這樣腳過來 這隻腳要抬起來 然後畫一圈 你給他示範一下 對 對 就是這個 好不好 莎莎加油 好 博命演出 莎莎挑戰驚險鋼管修 相信 相信 對 對 喂啊莎莎 是要請你跳鋼管 不是請你去撞鋼管好嗎 各位觀眾不好意思啊 我們再來一次啊 好 三位馬好了 來 三位馬好了 你根本就串燒嘛在上面 你怎麼轉不動啊 要 所以上去的時候要順勢轉一下是不是 要有力氣啊 我們來聽評審怎麼說 首先呢 應該是這個佳莎老師 我覺得Nikita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剛剛以為你學很久了 結果才一個禮拜 但我有一點 其實我自己的想法是 你可以參考 比如說是鋼管 那你之前都是學謝金燕 如果今天你是學蔡依林 可以剛好結合你的舞蹈啊 原本的性質 可能比這個題材好一點點說不定 特務J 對 我可以講那個 可以可以 當然可以啊 妳想講誰都可以 因為雖然我自己不是領域在唱歌 但是 剛剛那一段我看了真的 為什麼 就覺得 兩個人都那麼吃力 那我不曉得說 是 除了蕭敬騰之外 你有沒有別的角色 我會覺得說 你可能要趕快發覺 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不然的話 可能會有點危險 就連咱們甜美的佳莉老師 都不由得說出心酸兩字 就知道楊又欣真的模仿演出 讓人感覺要多吃緊了 而不曉得評審 對於她的對手 尼吉他所帶來鋼管演出 又有什麼樣子的看法呢 妳知道 我一直以為 就過去幾集看來 就是我 我才看妳沒有多久 我以為妳已經 走到了瓶頸 可是今天我覺得妳好棒 妳很認真很勇敢 很拼好性感 我覺得好棒 我今天要給妳特高分 我太喜歡 雖然就算她不夠完美 可是妳很平衡 去學的那個精神 就已經 我覺得太棒了 願意挑戰自己 我覺得非常好 楊又欣 楊先生好 就是 山豬的表演過來 可能對妳有點妨害 讓妳以至於 可能有點緊張 然後沒有辦法發揮出來 所以山豬 不但沒有幫到妳 反而害到妳了 這點是有點遺憾的 那麼另外 Nikita這個地方也是 就是說表演李安的 這個阿Q 也是比較不知所云 對啊 那麼她來不到幹嘛的 那麼另外一點就是 Nikita如果說妳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太陽春了一點 如果你出來還是一樣 謝金燕很炫的造型 哪怕是有這個 LED燈的這個摩托車 到現場出來以後 再把妳的這個鋼盔拿下來 然後再把妳的高跟鞋脫下來 交給李安 然後再來登上這個舞台的話 我覺得會是更完整的一個表演 所以我覺得在很多設計上 不要這麼的陽春麵 有時候加點滷蛋 加點滷蛋也不夠 就是說妳盡量把它弄成打滷麵吧 好不好 可以讓它更好一點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分數好了 好的 評審請給分 楊又欣這個禮拜分數是 6 8 9 4 12 13 15 17 18 19 19分 唉唷 謝謝 來 這兩個人 一個19分 另外一個Nikita的分數呢 評審請給分 Nikita的分數是 5 6 7 8 10 13 14 16 17 20 22 23 23分 好的 Nikita暫時防衛成功 也不錯 因為呢 我必須要跟這個 所有的參賽者講一下 到現在比賽到這個階段 已經是敵我不分草木皆兵的時候 不要隨便找人合作 對 要找對幫手跟適合 不要想說自己什麼…想不出來的 不足了 找一個人來幫 那個人可能會想害你啊 對 你還傻傻的被賣了幫他數鈔票 你這個蠢蛋啊 好的 他們就到了 這個禮拜有一點教訓 可以嗎 可以 你贏喔 Yeah OK 好 你輸囉 加油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現在情緒過關了 就是緊張的時候 反而更使不上力 我剛剛很怕 就是我手突然就是 結果我手手不斷 然後沒力然後掉下來 就是還好 也會撐住 OK 這個名稱是誰 是我們兩個一起想的 為什麼叫長方型的 因為他是長型臉 我是屬於比較方型的 比較像順哥的臉 你真的很方欸你 對 但就是後來半半因為我瘦了 就只有剩他長方型 所以他是長方 你想太多 但是你們兩個一起出現的時候 我就想到俄羅斯方塊 為什麼那個拚的主題 對 你們兩個人那個臉慢慢下來 看 是的 好 你們這次要PK誰 也是魔王裡面一樣會BBOX的 阿布 又PK他 你們就想把阿PK掉對不對 對 看他很不爽 也還好 是因為我們號稱全台灣最強的BBOX雙刃度 而且我看他 覺得他的東西差不多 來 我們自己出來說一下 好傷人的一句話 怎麼辦 你應該這樣嗆聲 等一下看就知道 喔 看就知道 我有BB武器 對 好可憐 對 他不需要耶 表演 他怎麼真的直接出片 数据上捏派的黑魔王们 派出的是唐方醒男 在上周首度登场 并也惊人笑料还带来演出 如获全场的搞笑装人 VBOX组合 唐方醒男 这回二度登场 他们可是将带你用听的来一场 电影盛宴哦 这些电影VBOX大会串 咕吱咕吱咕吱咕 咕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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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咩 來 搶檔地人運動 爸 爸 爸 好 好 完命關頭 東京甩尾 我 他媽 他媽 我 可以載我嗎 好 好 馬達 佳斯佳 馬達 佳斯佳 Mo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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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頭魚叫 螞蟻叫 馬叫 甲蟲叫 大象叫 寶寶乖 寶寶長大一樣一定要像媽媽的臉一樣漂亮喔 然後要讀書喔 這是什麼 開叫 開叫 漂亮啊 長方型男這段超強的演出 就讓阿布在上週 面對他們這樣不按牌力出牌的 BBOX怪咖 以三分之差防守失敗 面對這樣的絕境 這一次 他挺出了一位神秘武器也起來 來助真 不曉得能否幫助他 從失敗的泥沼中重生啊 風格 雞腿瀝 那… 我畫 Chanel 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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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老師不要走 老師剛剛很有帥氣的感覺 又很美 融合在一起 他拿這支應該是這個 所謂的電提琴吧 對 以前看過的這個電提琴的表演 但我印象很深刻是陳美 然後呢一樣是很狂野的 用小提琴拉出那個 然後甩那個頭髮 真的 對 你會說中文嗎 你剛剛用來講 他也不會說中文 我都想那個藍米酒回來 我都想我不知道要 不知道跟你說什麼 對啊 台灣人 我怎麼跟台灣打個招呼一下 對嗎 還是要很喘啦 這樣今年就對了 今年就對了 今年很讚喔 漂亮 好 你打個招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提琴手 蔡佳蓉 Vinus 而且我們是PK 還有另外一組在旁邊 Yeah Come on 來… 來…站在我旁邊 來… 沒有啦 你是站那邊的 對… 太美好了 音樂盛宴 真的太棒了 剛剛前面那一組也很棒 對 相當好 來 我們來提一下評審怎麼說 好 我覺得今天這兩組都太 應該講太驚喜了 先講一下阿布跟佳蓉 就是你們 讓我有 視覺聽覺的雙重享受之外 就是你知道佳蓉她拉到那個 Viole她的弦都斷了 真的耶 然後一下個女神一樣在那個地方 然後妳在尬 妳在挑逗阿布 妳在尬 就是在尬 對 然後在挑逗阿布 讓一直來我認為阿布是一個 好像比較木納的一個男生 可是今天 我感覺妳打從這裡 從妳的丹田 把妳全部的事情都拉上來 提上來 很棒 很high 太好了 然後香蕉跟那個 Cooper的長方形男 我覺得妳們透過嘴巴的撞擊 摩擦扭曲變形擠壓 然後產生出一想不到的這些效果 然後整個 我雖然有的電影有看過 有的電影沒看過 但是我彷彿都能感受到 全部的畫面跟情緒 它很快的速度非常非常刺激 然後 尤其到最後那個長方 是不是 香蕉 香蕉啦 因為她說妳是長方形 就是最後的香蕉 妳整個身體抽絮到不行 然後最後在整個人 哇哇的時候 我就覺得 妳真的很愛妳做的 然後妳們兩個人合在一起 那個感覺很好 然後我很喜歡妳們上衣一漸漸脫 只可惜為什麼在脫的時候 因為到了馬達加斯加褲子 應該是變短褲才對 妳們應該是全身 要配合那個去妳就脫了嘛 下半身也可以有一點變化 會更好玩 兩組的這個表演 我覺得香蕉跟Cooper他們的創意十足 而且他們的搭配非常的好 節奏掌握很明快 倒是阿布跟我們這個 蔡老師的這一組 我覺得阿布整個被蔡老師演過 就是 全部告過去了 那麼蔡老師呢 整個的這個表現 戲致當中又有優雅 那麼最棒的是 真的很性感耶 對 不穿鞋子是加了很多的分 真的 所以整個的演出 是以不穿鞋子為主 對 不穿鞋子 給我們眼睛為之一亮 不過兩隊的這樣的一個比較呢 我覺得香蕉跟Cooper這一組呢 創意還是高一點的 謝謝 是 謝謝 那不知道蔡老師有沒有辦法 給我們來個慢的 謝謝 對不對 師名 師名一家道車行是 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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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恰 歐滴哥可以囉 我們還是趕快回到正題 看看長方型男的分數吧 評審請給分 今天的分數是 80 11 13 17 19 22 25 26 26分 黑魔王軍團 這麼來勢洶洶的26分 救救魔王軍團 能不能抵擋得住 魔王軍團的分數 評審請給分 阿布今天的分數是 7 10 12 13 15 16 18 19 20 12 12分 14分之差呀 被批掉了 哇 想不到有美女都擋不住了怎麼辦 沒想到有咱們漂亮的女生出現演出 阿布依舊敵不住長方型男的 KUZO演出 失敗了 我們剛剛已經批管兩次了 其實這兩次 腦細胞死了不少 對 因為我們都是以創意來圍根底 然後用B-Bus來搭 對 因為我剛剛當完兵 就是也是笨笨的 不知道是原本還是當完兵的關係 這樣 那 我還沒有好 我還沒有好 剛剛才是說我的細胞圓 被老師吃過去 因為老師太漂亮了 你知道嗎 我練習的時候 我都不敢看老師 剛剛是唯一一次 比 就剛剛比賽的時候 唯一看老師的人 對 對 而接下來登場的 終極大王王究竟會是誰呢 王王創意在一發 張學友也會唱台語 第一次我們聽到 張學友幫他唱台語 來自東北的殺手 對 阿姨媽啊 哇 奧迪哥 是東北那個阿大的 我今天是來替我的師傅 林志炫清理門戶的 林志炫清理門戶 那我已經知道你要挑戰誰了 大家都知道 我的老師是以唱歌好而健常 那今天這一位唱成這個樣子 還敢來謝丑 那我就 那門戶出來一下 門戶 歡迎大根 是是是 不是叫你高音練好了 帶去而上節目嗎 怎麼這麼早就出來 這個老師跟我說過你的低音還不行 所以讓我來猜猜你的低音 是 好不好 我喜歡這種感覺 很精采的感覺 對於 對於他要來清理門戶你的感覺 我覺得他勇氣十足 我今天 如果唱書他 好大的口氣了 說到做到 哇賽 大根你活了出去了 大哥你還有 你這是 賭注中的賭注 因為你先賭注說 沒有前十強你就退出演藝圈 然後你還在賭注裡面說 你要是輸他你就退賽 那等於說你退賽又退出演藝圈 因為其實 消失在人間的意思 因為其實我看到他彩台的時候 學我真的滿像的 但是畢竟你還是學 今天讓你知道 誰才是真正的林志玄 好 我最欣賞 最欣賞 最欣賞大根這種參賽者 就是這樣好不好 台灣人有時候都太壓抑了 對 要放開來講 不要怕 那我最後問你一句話 如果我不幹言語你要做什麼 好經驗 是個好性感 賣衣服還 我跟你講做成衣的才真的賺錢 好不好 好 接下來讓我們看一下 這一段精采的PK Round 1 這回她可是請來了優雅的鋼琴老師 蔡佩均跟她一同合作 演出這首《優客里林》的經典作品 《說了你 贏了世界又如何》 在1991年以認錯一句 造成轟動的《優客里林》 在94年的出版故意專輯 《探慰愛情》中 這首《說了你 贏了世界又如何》 絕對可堪證是《優客里林》的經典名曲 不曉得詩辰林志玄的張宇仁 能否順利演出 並且成功的《棲林門戶》呢 讓我們歡迎下一位演唱者 林志玄 唱了... 放下 是一場夢 不必掩飾我的錯 無奈的哭叫 不必找牽強的理由 就讓它日日夜夜刺痛我胸口 讓我眼神沒有驕傲點 淚水模糊我的視線 輸了你 永遠世界又如何 你藏著我的夢 我想我永遠不會等我失去你 永遠一切卻依然如曾經 誰又能讓我清醒 除了你 輸了你 永遠世界又如何 你曾渴望的夢 輸了你 永遠世界又如何 我想我永遠不會等我失去你 永遠一切卻依然如曾冷靜 有誰又能讓我清醒 除了你 愛你 愛你 找回昔日搭档大根 大家还记得 大根昔日搭档分属吗 借着苦涩的网络短片爆红 他们曾经是相当被看好的一组 搞笑双人组合 这对相视七年的死党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在一起 也是对方生活上的心灵导师 可以说是难分难舌 情同你我 而在去年 也曾经以超强势的 踢馆军团身份 在超级魔王大道一中演出 但是番薯就在这一次演出之后 不告而别 离开了一光幕前 大根在失去了 昔日战友的情况下 常常还是会莫名地想起 以前和番薯一起的时光 你做音喔 你在做音啦 你在做音 以前最喜欢在一起 弹吉他唱歌 打当闹闹 但如今却只剩大根源 其实我也不知道原因 他那个时候 什么工作量都比我好 然后就是突然在行两天 一去行两天的工作的假之后 然后我打开问他说 你怎么了 然后他也不讲 他就直接跟我说 他以后没有要做这一行 然后后来才从共同的表情 就是我们的制作 但是我还有一句 然后我一听完之后 其实我我很生气 我真的觉得说很生气 你为什么要丢下 就怎么 其实我觉得跟他一起表演的时候 那个表演过程是很快的 而且他在我旁边 我会觉得有这种安全感 就是说这个才能够 我也会注意这边还是很放松的 看到大哥难得露出如此的真性情 制作单位秘密联络了番薯 希望能够帮他找回 时日作战伙伴 共同低于小星夜 究竟番薯能否现身呢 就这样大哥 依照制作单位的指示 来到了月店的地点 我会跟着你 和你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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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大根夠啦 伯父可是马上都答应 桌单位来帮你的 那要怎么办 我跟你 跟你讨论一下 我跟你讨论一下 你讨论一下 那你会帮我吗 我一定帮你 好关心啊 既然找来的是最强的战友 就来看看这一次精彩的表现吧 究竟 要把揪 要把揪紧 要把揪紧 揪紧 今天 今天會請來哪位特別來賓呢 掌聲歡迎林志炫 大家好 我是林志炫 剛剛這首 輸了你贏的世界又如何 好聽吧 那麼接下來這首歌曲 製作單位特別幫我找來一位 合音天使 我們掌聲歡迎 合音天使 大家好 我是合音天使阿哥啦 你是合音天使 對啊 當然你也可以叫我 合音天使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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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哈哈 那麼我們馬上就進行歌曲了 老師麻煩浮誇 小明慰 不是說浮誇 不是浮誇 不是浮誇 拍誰 老師浮誇 謝謝 開始 老師我們浮誇再一次 謝謝 難道非要浮誇 無謂是美羽 聽包裝包裝筆長 老師我們聽一下 你在幹嘛 我在當你合音啊 你都怎麼合音 你都怎麼合音 我都是這樣子合音的 算了 你就在旁邊做自己的事就好了 這首歌我自己唱 我做自己的事情啊 是的 好 老師給我Live Band版的浮誇 再一次謝謝 謝謝 謝謝 浮誇 謝謝大家 謝謝 這一場不正常的對決啊 對啊 這是耳魚我炸 而且你剛剛是放卡拉巴 你是對嘴巴 那是我唱的 是嗎 我只能覺得 我看完你的表演之後 我發現你家應該住得很寬才對 對啊 直接把人家的那個表演接收了 我們來看一下 評審吃不吃這一套 來 首先邰哥 我覺得像這樣一個表演 兩個都很好看 尤其是張先生他的這個表演 我覺得 需要 需要 什麼不需要 不是 收視率不重要嗎 蛤 我覺得他自己本身 他的歌聲 他就很有自己的辨識度 那不行 還不能出誤 我們還有14集 還有14集是不是 有點長 表演完才能去 那 你看 那我覺得大根呢 他就是很壞 我們講說 玩喜劇的帥壞賣乖裡面的這個 他四個都有 他這個 帥沒有 帥沒有 壞賣乖是有 他很懂得這個 壞的這件 你看 人家好不容易唱完了 唱得這麼好 他就把它接過去了 對啊 唱得怎麼樣 很難評 我想其他 這個評審應該有其他的這個意見 我覺得這兩隊的表演 歌是歌的好 演是演的好 好的 兩邊都好 好 謝謝邰哥 既然邰哥說得很難評的話 堂哥一定會接晚中 因為難評晚中 被你猜中 好 我們來看分數 好的 首先看 張藝人的分數 評審請給分 今天的分數是 很高耶 今天的分數都很高耶 對 今天是高水準耶 怎麼會這樣 很厲害 我真的一吸一回想起 我們之前有十幾分的 怎麼會很重的事情 還有十五 對啊 那好慘 好 接下來大根 好的 大根的分數我評審 請給分 大根的分數是 7 8 9 10 13 14 16 18 22 14 25 還有嗎 26 26分 哇 又打平了 對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康哥 這種情況你怎麼 這麼難評你們怎麼晚中 其實你去看一部電影 如果喜劇 真正的喜劇片 它裡面一定會有一個橋段 是會感人的 但是你去看一個悲傷的電影 它裡面也會有一段是幽默的 所以今天這兩組的表演 我們也看到林志炫比較感性的一面 然後也看到林志炫比較搞笑的一面 所以這兩組的表演都非常的成功 也就是說這一次的對抗造成一種平衡跟和諧感 對 很搭 來 恭喜評審 恭喜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大跟韓齊 好久沒有這個詞語了 今天真的很謝謝韓齊回來幫我們 幫我們這個比賽 那當然跟我說的時候 然後我也是 就是替他擔心 然後就說好 然後就來幫他這樣 對 謝謝他 今天的好成績有一半是他的 謝謝他 希望以後我會繼續加油 我一定會繼續加油 好 好 上次的梁靜如 今天想幹掉什麼 我今天想用PK的對象是 施育淳 來 出列 可是這個 你們這一場比賽 我會覺得評審會很為難 因為一個是唱功 一個是唱功 一個是很好笑 你有唱功嗎 我盡量不要唱太好啦 你好好 我是一哥啦 好 那你今天面對他會緊張嗎 超緊張啊 因為超級像的 超級像的 緊接著評審的黑魔王小蕾 初次的踢館 便以基色梁靜如的歌聲 讓評審還有主持人 感到不可思議的小蕾 真的很像耶 你知道嗎 這個已經分不太出來了 他的聲音真的有抓到靜如那個 那個唇齒音 還有他的tone也跟靜如很像 這一次的挑戰模仿的 可是梁靜如的成名曲勇姬 這首勇氣經典之處 便是他超長的MV 分鐘書還有蓄勢風格 不僅對之後的MV拍攝方式 造成了一股比長的旋風 更是一舉將梁靜如 推上了歌後的寶座呢 不曉得小蕾能否吸取 上週評審點評的不足 完美詮釋這首 梁靜如的勇氣呢 我們一起 八歲了 真的需要勇氣 來面對流言蜚語 快開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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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開 好 好 好 潦山 選擇 好 我的愛只有意義 我們的需要勇氣 去相信會在一起 人潮擁擠我能感覺你 放在我手心裡你的窒息 如果我的這場任性 會不小心傷害了你 你能不能溫柔提醒 我雖然心太緊 更害怕錯過你 愛真的需要勇氣 來面對流言蜚語 只要你的眼神肯定 我的愛就有意義 我們的需要勇氣 去相信會在一起 人潮擁擠我能感覺你 放在我手心裡 你的真心 謝謝 寶福被模仿之神瞧了一下 在晉級火力全開拿下高分的施玉淳 面對這次踢穩強敵小磊 他雖然演不出自欺緊張的情緒 不斷在旁練習 但不得不說 他這一次請來了得力助手 可是大又來頭 還讓他拿下人生的高分 究竟是什麼東西 你們趕快來看下去吧 能不能說 他一個也會步與舒 對 好多 好多 小偉英光莫 嘉惠紅紅紅紅台飆唱 肖 vrij選 Dal 優惑 情歌歹自 英雄 你怎麼敢打 沒有人會有幾名 過心往中斷惩 跟妳說 妳是問我是出 我是出事 未來咱咱咱咱咱 大家啦 壹哥啦 鄭敬壹人 今天不是只有我一個人來 我還帶了我的寵物來啦 這隻啦 你們不要太自卑啦 天才的鳥都比較大啦 壹哥起的叫啦 叫做壹叫啦 你們一定很好奇啦 我平常都為他吃什麼啦 我平常都為他吃這個啦 因為壹二三鎖剛好是壹挂啦 為什麼壹挂不為他吃兩張壹鎖 因為會爆炸 碰啦 我怎麼講得那麼好笑啦 我自己都覺得很好笑啦 好啦 壹叫 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壹叫 我問妳喔 問我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前面五個評審啊 看起來都那麼嚴肅啊 他們不是嚴肅啦 是因為看到我壹哥在這邊喔 而且他們等一下喔 還要鼓起勇氣來評審喔 壓力更大啦 我幫妳 妳要幫我什麼 我會模仿啊 妳會模仿誰啊 心中常懷慈悲心 人君處處有溫情喔 欸 正言法師啊 欸 欸 說來就來很厲害耶 啊 大家好 我是手緊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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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手緊槍也補妳那些啦 欸 但是我敢打賭啦 妳會模仿那麼多東西喔 一定不會模仿神啊 蛤 你喔 欸 我沒有說我就是神啦 欸 是上次來的時候喔 歐弟講的啦 欸 不會啊 欸 大家要啦 一哥正經的啦 歪路啦 歪路啦 欸 一點都不像啦 有時候才華喔 不能勉強啦 與生俱來的啦 欸 而且妳要模仿我喔 欸 一定要唱那首歌啦 什麼歌 欸 這首歌太紅了 而且喔 這首歌說要是當成 中華民國的國歌喔 欸 也當之無愧啦 我知道 鋸鱸 欸 鋸鱸是聯合國的國歌啦 欸 我說的是那一種喔 我洗給葉啟田之後喔 欸 不小心就紅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啦 喔 夠香 對啦 欸 不愧是我養的鳥 欸 連夠香也知道啊 妳會不會唱啊 會啊 但是妳要給我一點節奏 節奏 容易啦 我是鬼才 什麼東西不好對不對 最近我有跟阿布學BBOX啦 最小聲啦 我剛才只是不小心嗆到啦 不是感冒啦 欸 不要唱啊 妳說不懂啦 我剛剛只是不小心嗆到啦 不是感冒啦 欸 不要唱啊 什麼壞爜 這是我的專利啦 回來啦 哇賽 詩玉淳火力全開啊 對啊 哇賽 而且妳會賦予耶 厲害耶 你賦予還可以加模仿耶 來 我們先來聽一下 我們這次裁判怎麼說 來 康哥 我覺得他的這個 鄭敬衣的那個傀voir 還有那個靈魂 都是很像 但是就是讲话太快了一点 再放慢一点 因为现场你要 如果你有这个表演的经验 就是要让现场的观众先笑一下 然后再接下一个笑点 如果你在剧场表演 可能要等这个掌声停掉的时候再讲 今天他这个表演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因为赋语是很难的 然后他赋语又要有笑点 又要一人分饰两脚 就看不出来 因为刚刚蔡老师在问我说 真的是他一个人装的吗 我说应该是吧 我看旁边也没有人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本写得很好 谢谢大家 我跟你说其实我一直觉得 像我们那天开会的时候 我一直在讲一件事 我说其实模仿最厉害的不是什么 其实是模仿到那个人的逻辑 这是最厉害的 所以说你的逻辑像了其他都合理了 真的是很恐怖耶 那刚才那个小蕾 小蕾的表现呢 我们对梁静茹一直都是 知道他唱歌很好听 但是没有看过人家模仿他 可是刚刚灯光一按的时候 在某个角度 感觉就是梁静茹站在那里 因为他的身材身高跟脸蛋那种感觉 结果他第一句唱出来 这就是梁静茹的声音 但是到了高音的部分 有一些好像气比较没有那么足 可能要再练习一下 那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像 可是如果说你要再更像 就是你把你的气给练足 那因为他的声音有很多一些气音 所以他会用他的气去hold住那个声音 让这个声音更漂亮 然后那个为什么气一出来 我们的声音就会不见 那是因为气又完了 所以你的气要更足 了解了 原来是这样喔 学到了 会让你更像好不好 好 谢谢 看分数啦 看我干嘛 好的 我们现在看小蕾的分数是 评审请给分 小蕾的分数是8 9 10 12 13 15 16 19 20 21 21 22 22 22分 22分相当的不错 接着下来 来看看诗玉淳的分数 评审请给分 诗玉淳的分数是10 12 13 15 17 19 20 22 25 27 28 29 谢谢老師 29分 你成功了 你成功了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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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打人好像也没拿过那么高吧 本来我也是要给满分的 但是有点小小的厉害 就是在赋语的部分的时候 嘴唇还是动了 因为那个赋语是 赋语是完全不可以动的 但是那因为时间接得很紧 就是你这个角色跟角色切换的时候 接得很紧 所以你嘴唇动得稍微太厉害了 而且后面的气音的时候 因为是镜头带的关系 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我们现场我一直在注意 你的嘴 有没有动得很厉害 但是有几个嘴型还是动了 所以我扣了一点分数 要不然是非常完美的 因为你慢下来的时候 你的破绽也不容易被发现 然后大家也听得清晰 对啊 你表演那么快 我心脏一直加速 因为我讲话如果讲很快 我会受不了 原来是这样 所以你平常讲话才那么慢 对 真的 真的 好 好 恭喜施玉淳 謝謝 谢谢小蕾 謝謝 謝謝 今天真的非常地紧张 而且我遇到一个非常可敬的对手 施玉淳 我真的觉得 可以跟他在同一个台上竞争 是一件非常珍惜 应该那特贵的事情 好 这是真的得了不错的分数 其实我到现在还在紧张 最要感觉是 一哥的听音 还有一叫 还好啊 对 对 其实我对你表现得很好 没有啦 你比较辛苦 对 我比较辛苦 因为都是我收的 沒錯 黃果王子杨哲又来集管了 上次在节目中 微妙微笑的演出 让大家看得开白大笑 而为了让观众朋友们 更了解杨哲 做单位特地南下屏东坊山 大家看看这路旁的气感 应该就知道杨哲这个人 其实还蛮高调的啊 走进了那段王果园 工作人员马上就听到 远处传来的歌声 我们就直接上前去看看 这位果农打扮的老兄 是不是杨哲吧 杨哲 曾经是龙虎综王模仿 年度总冠军的模仿界 开三十主杨哲 身兼歌手出过数张台语专辑 并在歌坛叱咤风云 风光过好一阵子 但后来因为人才辈出 时运不济 再加上主要的工作而是在台北 而两头坚固的情况之下 导致身体变差 收入也不稳定 因此干脆选择消声拟机 回到仿苗老家 祝芒果过日子了 自从看了《模仿大道》的第一阶子 其实我心里面蛮激动 觉得我也曾经也是这样过来的 制作单位当初也有找过 我要去上这个节 然后我觉得已经是 出过唱片的歌手了 模仿的对象又是 老一辈的歌手 又怕那些年轻人看不懂的表演 所以说我自己面临蛮挣扎的 我觉得说他们会看得懂 我在表演什么吗 真怕现在年轻人 看不懂自己的表演 杨哲每天在家里面 可是勤加练习 其实我想来想去 觉得我也蛮喜欢表演 与其在那里想东想西 我觉得说还是去做很喜欢的事情 人生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我觉得是人生嘛 现在不做要等到何时呢 好的话 我觉得再更新就好了 所以说能够在荧光幕上出现 然后又能帮我们屏东 榜山的芒果 卡拉广告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 你说对不对 榜山的芒果 熊大 我 杨哲 来了 为了榜辽家祥超好吃的芒果 芒果王子杨哲再度出马 上完节目之后 芒果有卖得更好吗 有 好 谢谢你 谢谢 感謝这个节目 让我可以 为了我们屏東的山子来打工 不要这样 但那山子真的好吃耶 你的山子很好吃 你看看 真的 那种味道好浓好水 今天还有再带来吗 没有 所以分数会比较低吗 我是看这一次表演 还有没有机会下一次才会再带来 是 是这样的 釣魚的模式就对了 大家要让你吃免费 你是在吃吗 没有 因为我想说上次留下 他是为了这个礼拜想吃吗 我跟你讲 老板都很聪明的 他切给你试试那一颗都是快坏 不是 什么 没有 看一下 都是最好吃的那一颗 对 下次有机会的话 带满果干一起过来 漂亮啦 这样就对了 好啦 那 你 有种啊 你贿赂我 不是你贿赂成这样 你要挑谁啊 我好地大担心喔 谁 我要挑陈诗安 你这样啊 你们为什么把他这样玩啊 不要 来 陈诗安 因为 诗安是 台语 你一定要这样 所有的里面 魔王里面 只有他唯一唱台语的 也是让我们看最好的一颗 你一定要这样搞我 所以我要告诉你 真正的魔王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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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下站子了啦 韩国王子又来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习客店 今天 很高兴 再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 稍等来要邀请我 很多好朋友 跟我一起唱我的生命曲 爱拼真贏 老师 老师 乞业 老师 老师 乞业 有许人 赞一郎 人生 可比是海上的空 有时旗 有时路 好運 海運 總也照去港来走 三分天主堂 一分口打拼 愛拼 愛吃鴨鴨 所來邀請到我們的鄭敬禮老師 帶來愛變成的 是是是一面暗談 是是一面暗談 我都失去希望 沒你嘴漫漫 無奔無奔 青青丁操攏 張雪柚 你想可比是海上的歌 你去我心裡 多謝 好愛人 像白照一樣那樣 下風天主堂 其實每個不便 愛擲愛長愛良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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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本周咱们的三 面对这位模仿界的 开山始祖杨哲 可是请来了闽南语 借歌王红楼红大哥 跟他一起合作演出 但究竟是哪一位红楼红呢 就是咱们拭目以待吧 二姐的急往刚拼 该拼 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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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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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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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奔来保险 心动是爱恨恨少年为余生 你开了心爱的姑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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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语 真理会成余 我轻忘几条 思念会倡称 不知道心裡敢不援援 你是好嗎 你是...你是好嗎 你...你...阿輝 英宏 你怎麼在這裡 我來在這裡 你看不出來嗎 沈海風啊 等沒人啊 是喔 阿輝 是 說實在 你不要這樣啦 我們兩個很久不... 欸... 這座冰島 你結婚小孩啊 阿輝 你不要再有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意思 這我要說話你就會接著了 我的意思就是說 阿輝 是 我們兩個很久不... 唱我們的這個經典歌曲 我唱一首 有唱的舞台 是這樣的 所以我想要叫你來合唱這首 有唱的舞台 好啦 有唱歌 有唱歌 會唱他 有唱歌 有唱歌 過幾千秋一頂夢 夢中秋冤浪 敢是妙來雞人 何夢秋冤後冤 無等水 火的蓮蓋 無人知心氣味 無等火有幾名 火是夢中斷燈死 啊 用手的火藏 為千塊草花 阿虎 是 我相信唱的女孩 是 走 人家的夜市吃火鍋的肉飯 是 也不錯 是 是說 你看我感動再吃 你 沒關係 你閃到 對 來 找來一個強力的幫手 是我在義工隊裡面的學長 是 是 這麼有關係 林俊吉先生掌聲鼓勵 歡迎 大家好 我是林俊吉 在當兵的時候不得了 我模仿紅蓉紅非常像 現在紅蓉紅一直這樣 對啊 好害羞 這幾個招牌的動作 以前我在模仿紅蓉紅 就只有唱歌而已 用聲音 讓人 這樣子 然後康哥 康康康康康康哥 跟我講說 你要加一些點東西 在裡面 就是手勢 還有他就是 左手拿麥克風 腳要稍微的半噸 下嘴唇 要包在上嘴唇 像韓秋草一樣 韓秋草 什麼 是 很可愛 來 我們來聽一下評論怎麼說 來 首先佳勳姐 我覺得這兩對真的是太精彩 而且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一個秀 而且是兩段非常棒的演出 那當然其實我們看到那個楊哲 他一個人獨秀 然後 太妙了 我覺得這點太絕了 而且妳有到達那個 那個張學友他每次的那個 那個聲音我就覺得 對啊... 他最後不是 讓我接住在 誰會放白瓶 等一下 這個唯一 這個老實說 連我都沒試過 這個真的有點哭爽 學友歌唱台語我都沒試過 怎麼弄 我覺得太驚喜了 那另外一組我覺得非常特別 就是尤其是那個林俊吉 我覺得他真的很棒 因為他把那個洪大哥的那個 聲型跟那個他的那個動作 我覺得他有把它加強 把它誇張了 所以會有一個很特別的喜點 很好笑的點 所以我們會覺得非常非常有趣 雖然是模仿 可是你加入了一個很有趣的點 所以讓我們看到 這整個秀都非常非常的開心 而且今天整個就是很完整 結尾我也喜歡 結尾我很喜歡那個斯安講說 妳覺得我這個身材又吃得好 我覺得那個結尾我很喜歡 非常棒 所以這兩對 我們評審應該都很頭痛吧 好的 沒有關係 多吃但是要喝別的就好了 現在是 大家都喜歡兩個人的表演 但我們最不喜歡就是 要看分數的時候 來 看一下 首先看楊哲的分數 評審請給分 芒果王子今天可以拿到幾分呢 6、8、10、11、15、17、20、23、25 26 26分 謝謝 26分 而且邰哥還給了滿分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斯安 好的 斯安的分數評審請給分 斯安的分數是 90、11、12、13、14、15、20、21、24、25 26 26分 對 OK 好 而且呢 我有發現了 兩隊的給分的 邰哥幾乎都是給滿分的 對 因為其實這兩隊在 節奏的掌握上面 當然我們這個看到楊哲 他是一個人的表演 他的節奏中間沒有任何一點失敗 就是說沒有 一點失誤都沒有 而且接得非常的緊湊 那另外像斯安這一組的話 林俊傑先生的這個搭配呢 可以說是恰到好處 恰如其分 不僅加分了 而且是加很多分 兩人的配合非常的微妙微笑 所以我覺得這兩組的這個表演呢 讓我們再一次 就是重新的看到一個歌曲 唱得好 然後又加上令人這個發覺的笑料 所以我覺得這兩組的這個表現 都是上乘之作 謝謝兩組 謝謝邰哥 好 恭喜兩邊平手了 對啊 恭喜 也就是說之後呢 他們還可以繼續的對抗 對 沒錯 還是有機會了喔 好的 謝謝你們 謝謝 精采的表演 謝謝 也謝謝俊傑 謝謝 謝謝 特別企劃 姐姐妹妹點播時間 鳳飛飛這首 睽違十四年之久的新歌 想要跟你飛 不僅訴說了 在老公過世之後的思念之情 在歌聲還有畫面中 情不自禁流露出真實情感 更是讓人不眼鼻酸 懷念起過世的鳳姐 以及自己的親人 而台北的陳小姐 正要點播這首歌 送給她已故的附金 唱歌的歌 哎呀 事情 advocating 談話 lovThere 你的脸 我渡过故事的圆缺 点点的泪像深沉挂黑夜 倒映在回忆里的画面 人分别心肝碎 我拥抱这份缘的深浅 挥手看见生命的不完美 对你的感谢未曾停下 你哪里是不是有人陪 你舍不舍得到我的思念 想背对你的背 不免够再催陪在你身边 我什么都不去 你哪里有没有人能聊天 我想要爱你这么像从前 手背对立背 天涯海角多远我都不累 牵你的手碎碎念念 时间是爱的眼长线 就 Za ing 就停存事业 物树依和悲欢 爱让我看透 他无忍厌后才能拥有 幸福的梦 我又沒有在妳的夢裡面 我心裡空虛看不看得見 想要對妳背 想要撲到暗暗聽妳講話 真笑過去 沒改變 真笑過去 沒改變 本週踢館賽事面對淘汰的壓力 魔王選手無不拿出鴨香寶來應戰 目前戰爭三平二勝一半的趾勢 而阿布則是成為本週唯一 一位路失敗區的選手 究竟他的命運會是如何 而下週即將登場的踢館高手 又是誰呢 我看到這跌倒 一看見我感覺了吧 熟悉的跌倒方式 雷玉成無見能 讓我們歡迎我們的第一屆魔王回來了 今天就想跟我們班上同學合唱 是這樣子嗎 對… 跟老衛… 跟老衛… 該不會是貝兒吧 貝玉清唱Beyonce的歌 當然你更不能錯過 均一還有三的今天合唱 我有重心出發的機會 我們也一起放鬆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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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天生的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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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巨星大會春 請大家借給我力量了 借給我力量了 大家 全盡量 鋼鐵人最新版 魔王搶先全球上演 鋼鐵人最新的鋼鐵人6 有我單鋼主角 這一次的武器也特別進化 可以使出龜派氣功的感覺 卡咪 卡咪